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求别笑 台军敬锐海龙阿兵十四度沿寒下艰苦训练 啥也不说了 看图 据台中央社25日报道 台陆军海龙阿兵期末建策 本周在金门登场 十一名学员在寒风中 面对五天俗称印汉州的极限挑战 合格通过者 才能拿到阿台 正式成为海龙阿兵 然而 通过查询相关天气讯息 发现金门地区 昨天最低温度13.0度 最高温19.2度 台媒报道称 俗称海龙阿兵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两栖侦察营处训队 第144期应汉州 期末建策 本周正式登场 学员们第一天接受单杠 仰卧写作 卧推 杠领等基础体能测验 第二天则是跑步 游泳 山地战绩等测验 学员们展现坚定的意志与旺盛的写图心 希望顺利通过后续的重重讨厌 阿兵在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室内泳池 进行25米前游 图片来自台媒期末建策24日进入第三天 台国防部发言人脸书分享了一只海龙阿兵 在金门训练为影片 在金门严寒的天气下 学员们只穿红色短裤 在金门撂罗湾的海边长跑 匍匐前进 教官还会以冷水泼洒在学员身上 更偏艰辛 影片字幕写着非常辛苦 非常煎熬 但只能告诉自己撑下去 台军训练图 来源 中央社台军精锐海龙阿兵在严寒天气下训练 图片来自脸书 据环球网此前报道 对于台军的战斗力 台作家洛杉矶争讽刺刀 大陆若攻台时间不能选在夏季 台湾气温太高 会产生许多X中秋事件 届时谁来负责 洛杉矶讽讽刺刀 第二条是不能攻击电网 因为台湾少野兵 不能忍受没冷气 网络的日子会激起新一轮的228 第三 用餐时间必须停火 让台湾兵好好享受鸡排和一美后奶茶 才有力气打仗 四 攻台之前两小时 通知台当局 让他们有足够时间脱逃到美军航母 永远流亡海外 看完这个新闻 环环ID H U A N Q I U C O M 无语名耶 只想分享一段视频 几张图 视频震撼 万名官兵跨兵河川雪原 锤炼血性护气一跃的新疆 天寒地冻 大雪纷飞 北疆部分山区气温降至零下30度 武警新疆总队今万名官兵正在练兵备战 一路破冰年雪 直腹茫茫雪野 大漠戈壁 高山峡谷 乡村杭道 开训及开战 立兵莫马 踏上新时代强军兴训 练兵备战新征程 来源 环球网 军报纪念